同学们大家好 这一次老师带大家读的这本故事叫做 妈妈生日快乐 小熊沃夫问妈妈 妈妈小时候也是个小娃娃吗 妈妈说 是啊 是个小到可以放到口袋里的小娃娃呢 沃夫佩服得不得了 抬起头来望着妈妈 是不是吃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才会变得这么大呀 沃夫的妈妈是一只全身毛茸茸的超级大熊 妈妈笑了 对呀 还有常常运动也有帮助哦 哇 今天天气真好 沃夫也去山上玩一玩吧 等你回来的时候好吃的东西就做好咯 沃夫说 还是棒球的球棒呢 沃夫停下来认真地想 如果是送甲虫或是蛇退下来的皮 我倒是有一些很漂亮的 这时突然从树枝上传来了小鸟的笑声 呵呵呵 好好笑的沃夫啊 刚才想到的全都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啊 应该要送妈妈喜欢的东西才对哦 是啊 那你妈妈喜欢什么呀 沃夫问小鸟 小鸟说 这还用问吗 当然是好吃的毛包虫啊 还有树上结的果实 他也挺喜欢的呢 啊 我妈妈也很喜欢吃果实 还有蜂蜜 还有螃蟹 沃夫叫了起来 我决定了 就送这些东西给妈妈当礼物 山上正好长了一些葡萄 沃夫摘了一串葡萄下来 接下来就是找蜂蜜 嗯 嗯 沃夫不停抽动鼻子 使劲地东闻闻西秀秀 我闻到甜甜的味道了 这棵树的树洞里一定有蜂蜜 喂 蜜蜂先生 可不可以给我一些蜂蜜啊 沃夫低下头 朝着树根的洞穴张望 突然 一群蜜蜂从洞里飞了出来 嗡嗡嗡 蜜蜂一边叫 一边瞄准沃夫的鼻子冲过来 沃夫慌张地挥着手 喂 我的鼻子又不是苹果花 是宝贝的熊鼻子耶 不要弄错了 喂 叫你们去那边听到没啊 可是 蜜蜂根本就不听 还是在沃夫的额头上 就算了 还给我一个大包包 真是可恶的蜜蜂 而且 哎呀 沃夫 沃夫摸摸湿答答的屁股 说 害我跌了一跤 把葡萄都压烂了 人家好不容易找到的礼物都没了 该怎么办呢 沃夫往河边望去 正好有一只螃蟹 转动着大眼珠子望着它 是螃蟹 哇 抓到了 沃夫捉住螃蟹 螃蟹举起大夹子 牢牢地夹住沃夫的手指头 哎呀呀 好痛啊 沃夫一慌 赶紧把螃蟹甩开 螃蟹嘎喳喳喳 急急忙忙地逃走了 我回来了 沃夫回到家里 妈妈问道 啊 你回来了 沃夫 你的额头怎么了 沃夫伤心地回答说 我啊 总算想出妈妈喜欢的东西啦 可是呢 葡萄被压烂了 而蜂蜜和螃蟹又没弄到手 只好摘花回来当礼物 就是这个 送给你 妈妈 我正好想要一束花 用来装饰我们的餐桌呢 谢谢你哦 沃夫 谢谢你哦 沃夫 妈妈说 额头用水冷敷一下就没事了 嗯 沃夫把头捶得低低的 好啦 沃夫 沃夫 不要这么泄气嘛 妈妈安慰他说 其实 妈妈最喜欢的东西就在这里哦 妈妈看着爸爸笑一笑说 你看 爸爸不就在这儿吗 还有啊 妈妈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在我面前 不管是被蜜蜂叮到 或是摔一大跤 都还活蹦乱跳的小熊沃夫啊 哇 沃夫上前紧紧抱住妈妈 妈妈也紧紧地把沃夫拥在怀里 沃夫说 妈妈 生日快乐 妈妈说 谢谢你 沃夫 故事来到这里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知道了 原来小熊沃夫送给妈妈的礼物是一朵花 但其实啊 妈妈最喜欢的礼物就是 跟爸爸还有小熊沃夫在一起 快快乐乐地生活 对吧 嗯 小朋友 你也要好好享受 跟爸爸和妈妈一起生活的日子哦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